早上 快笨快笨下车下车 快笨下车 快笨 快笨快笨下车下车 下车 小兔崽子 别用逮中你们 来跑 包雨凡 方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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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你们干什么 喂 不是动 也不是 跟你开不开笑呀 真 真正确的你看 我们去了礼物去了 我们去了礼物去了 这个村子都是灰派建筑 到现在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安迪 你知道吗 白雪公主就是在这个村子里头 遇到的七个小野人 骗谁啊 好 就是这儿了 好开心啊 你们也开心啊 小熊 加油了啊 小熊 加油了啊 快点啊 快点 来 来 好开心啊 你们也开心啊 小熊 加油了啊 快点 快点 别蓝色了 这个小熊 好 来 来 给给给小 来 小朋友 还有一个 快点 来 来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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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来 快点 来 快点 来 喜欢吗 喜欢 包大爷 好 叔叔 好的 包大爷 好 我们去忙你的地方 去忙 快点 好了 回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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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不是骂人的话吗 你真的 原来也完毕了 好吧 到底 不过这里的孩子 真的跟你还挺熟的 接触多了 可然就熟了 你看那个 大胖 最套就是他 不过学习成绩也还不错 看着也不胖啊 小时候胖 也不知道怎么能长抽手了 最开始来到这村子里的时候 一心想着 怎么帮着村里人 用他们的土地 来建民宿 赚来的钱 除了维系 民宿本身的开支 剩下的 就全还到村子里了 比如说这个学校 比如说这些海外们 用他们的土地 流转他们的生活 这样就不是慈善的受体 而是独立的个体了 你这个管理理念很先进啊 这是用过心思的 其实很多人做慈善 都是捐钱 以为钱捐给他们了 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 很少有人像你这样 能够切身地去体验这种生活 去为他们着想 懂得尊重他们灵魂的尊严 和心灵的平衡 这很不一样 你能动我表扬我 就是我最大的福报 可是你的确做得很好 一开始也走了不少班 但是最终觉得 受之以渔不如受之以